大家好我是PonPon 本部影片來講一下 時光之巔復刻的奇境雙襲冰原 這個奇境是有隱藏獎勵的 這個777的鑽石 不過有幾個地方要特別注意 因為我們會在探索的過程中 你只要傳送門到達一定的次數 我們會提早進入到隱藏獎勵地區 那只要到那個地區之後 我們其他的剩餘獎勵這邊都是沒辦法拿到的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看影片的時候 就跟著步驟走 假設如果你之前已經有先走了一些步驟的 麻煩你重置關卡會比較好 不然到時候一定會有玩家問我說 怎麼我自己跟你一樣的步驟 我怎麼會提早到隱藏的獎勵地區這樣子 避免這種情況發生 所以我會希望大家按照步驟喔 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這邊我們是到了那個地圖的右下角 接下來我們往左邊這邊推過去 左邊這邊推完拿寶箱之後點上面 然後再到我們最左邊的這個位置 這邊點機關然後往下推過去 接下來我們這邊發射這個綠色砲台 再來我們到上方這邊點一下 我們這個綠色的機關喔 接下來我們這邊站在那個橘色的法陣 然後點機關上去 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這樣子推過去 推過去之後我們這邊先點綠色的機關 然後再來發射雪球喔 接下來我們再來點一下這個橘色傳送門 我們回來了之後我們再點一下這個橘色機關喔 這邊點機關了之後 我們才可以走過去這個光束的障礙物 再來我們來到這個綠色法陣這邊喔 走到法陣的位置點機關上去 接下來我們就直接推過去 然後推到上面這邊繼續推 !! 1.2 接下來我們到右邊這邊 我們這邊推過去拿寶箱喔 再來回到左邊的這邊 點藍色的傳送門 之後我們到中間右邊這個位置 我們這邊發射雪球喔 接下來我們要把這個雪球往上嘛 所以我們要回到左下角的位置這邊 踩著橘色的法陣 一樣上來到機關 接下來點這個藍色的日月機關喔 我們這邊雪球已經往上了嘛 之後我們這邊再點橘色傳送門 然後我們再點機關 然後我們要走到綠色的區域 一樣這邊點綠色的機關 然後上來 接下來我們到右邊這邊 我們就直接推過去 然後這邊點黃色的機關喔 之後我們再來推上方的地方 這邊下個快速ANG÷ 下一個洞 我們這邊有個洞喔 有 Sara沒有什麼洞 叫他 接著我們再來點藍色傳送門這邊回來 回來了之後我們這邊直接發射綠色砲台 然後直接打這個首領級的部分喔 接下來我們再來回到綠色機關的位置 這邊一樣就是直接點機關上去喔 再到右邊這邊我們點黃色機關 再來我們把左邊這邊推過去 再來我們點藍色傳送門一樣傳下來 傳下來之後我們到左下手這邊拿寶箱 拿完寶箱了之後他這邊雖然已經有出現了限時禮包 但實際上我們隱藏賈力還是沒有拿的 接下來我們這邊要來做兩次的循環 就是我們下方的這個傳送門做完循環了之後 再到綠色機關上來 藍色的傳送門 兩次循環了之後我們就會到我們隱藏的區域喔 我們下方的配置 換個字 我們下方的配列 接著實施 第二次 以見 我們下方的配備 騙 我們下方的配備 全部 小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我們這邊來到了隱藏的區域之後 我們這邊就直接先把這個 7等的火拿給打掉 打完了之後我們這邊要來點一下地板 好我們這邊點完了之後 這邊就會跑出隱藏的寶箱囉 之後我們跳回來這邊 這邊寶箱的水晶獎勵都拿完了 黃金寶箱也都拿完了吼 所以我們這一次時光之巔 雙襲冰原的復刻起徑 就到這邊結束囉 感謝大家收看我是PonPon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